大家好 我是陳寗 在台灣吃飯 通常大小餐廳 除了像麥當勞 或者是虎須這樣那樣的餐廳之外 大多數都會給你加收一個一層的服務費 那這一層服務費 如果依照國外的邏輯來說的話 這一層服務費通常就是小費 是應該要跟員工分享的 可是在台灣 你也知道通常沒這回事 這個一層的服務費通常都是 加到老闆的口袋裡去 那種員工最後還是領他的薪水 那當然有些餐廳他的薪水比較高 可能還會有獎金什麼的 但基本上你的薪水跟獎金 通常跟這10%的這個服務費 是無關的 那你這時候如果是這個工作者 你會覺得很敢 就是 你的老闆說這10%是服務費 那應該是要給我們的 人家國外都是給小費 你怎麼沒有給我們呢 那在消費者的角度 也會覺得說 不過就是我點瓶可樂而已 你拿來連幫我打開都沒有 你要跟我收10%服務費呢 那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這個我今天就來跟大家談談這個 就是到底這服務費 他到底為什麼要這個東西 那他不給員工或給員工 到底合理不合理 其實我只能說 這很多明目上的收費 都跟台灣人這個 說白就是貪小便宜有關 所以今天我就來跟大家聊聊 消費者心理的問題 再加上因為我們最近這位音響沙龍開張嘛 那開張呢 我是沒有收服務費啦 因為我直接把服務費 把它加在飲料的價格裡面了 那你說這樣子合不合理呢 今天就來聊聊他 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訂閱我 那如果看完影片之後 你覺得說 陳寗 我還是不太理解 你說的 我說的很複雜 但我聽的都不懂 沒關係 應該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有機會呢 再來討論 那我們就開始囉 其實呢 我必須坦白說 這個一個餐點 比如說一個蛋糕 在餐廳裡面賣的時候 到底收不收那10% 其實坦白講 那個完全是看老闆的心情 以及客人對價格的接受度 因為 在台灣常常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你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價格 你乍看之下 你 就是不想點他 舉例來說 你今天去餐廳 然後呢 你看到這個菜牌上面 然後這裡有一道菜 比如說他上面叫做 肉絲炒蘆筍 好奇怪的菜 然後呢 他的價格是 259 那 259 你就覺得說 還可以接受啊 259 那我就點好了 可是呢 依據這個要加10%的這個服務費的邏輯呢 實際上他的價格呢 大約是 289 左右啦 那 289 呢 其實才是老闆他心中可以接受的價格 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就好像那種叫做什麼 就是 跟你說 買冷氣 然後冷氣呢 59,999 然後下面再給你一行小製 安裝費另加 其實就是那個概念 在老闆的角度呢 實際上他對於這道菜呢 他心中的價格呢 是 289 可是呢 他為了避免這個東西的價格呢 他顯現得太高 所以呢 他就想出了一招 就是把價格訂低一點 然後呢 服務費呢 再給你收個 10% 最後呢 這 10% 再加上去呢 差不多 剛好就是 老闆心中願意可以接受的價格 而他上面飆上去的那個明目價格 是你可以接受的價格 那為什麼會是 10% 呢 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是 10% 呢 就我個人來說呢 有兩個原因 雖然我不收這個服務費啦 可是我在算成本的時候呢 我會針對兩件事情 第一個呢 就是 10% 這個價格呢 比較能接受 你就是你如果加 15% 的話 看起來好像太多了 加 5% 的話呢 又不符合自己的 這心中所想的價格 所以剛剛取一個中間值 10% 還可以接受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你買每樣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要開發票嘛 那開發票呢 就會要付一個營業稅 5% 那這個 5% 呢 再加上你的刷卡 比如說你刷信用卡大約 2% 所以加起來差不多是 7% 左右 那如果你用的是比較貴 比如說什麼LiPay 可能 3% 4% 刷美國運通卡 曾經有一段時間 很多店家拒收美國運通卡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運通卡曾經一度 他的服務 就是他的那個手續費是 7% 非常離譜的 就是你刷卡 他就跟你收 7% 的這個 那個費用 就是他刷卡的手續費 而這個費用呢 不管是從法令上來說 還是從他們的合約上來說 這個東西 都不可以把他加在 消費者的身上 都是店家必須要自己吸收的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給你加 10% 的服務費 這些事情呢 全部都搞定了 不管是什麼 5% 的營業稅 交易的手續費 拉哩拉渣的 那什麼發票的紙捲錢 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 iChef 的那個平台費 全部都給你加在那 10% 裡面 直接攤平了 所以 其實這個 10% 你雖然他每期一名叫做服務費 可是坦白講 從這些老闆的心裡 他其實真的壓根就不覺得 這東西呢 跟服務生有關 因為那個費用呢 其實是付他的經營成本 那你說 可是這東西他為什麼要叫服務費呢 其實我只能這樣講 叫服務費 這個對大家來說比較習慣 不然你也可以叫他開瓶費 你今天去帶一瓶紅酒 去餐廳 以前我都覺得說 帶紅酒去餐廳 然後餐廳就要給你收 500 塊的這個開瓶費 你不覺得很不合理嗎 後來呢 我有一位朋友 常帶比較好的酒去餐廳 他跟我說不會不合理 為什麼呢 因為餐廳裡面的紅酒呢 價格都亂開 所以呢 我就帶一瓶很貴的酒去花 500 塊給他 他會幫我們洗杯子 會幫我們開瓶 你就當這個 就是一個服務費給他 這種事情 所以呢 其實簡單說呢 就是老闆呢 他沒有從你身上拿到錢 他會巧利一些明目 把你從這裡收回來 就好像呢 裝冷氣的時候 他不跟你 他不是都會跟你說 買冷氣送安裝啊 可是呢 如果你冷氣也有一個超長安裝的話 就是你的距離 你的室外機跟室內機距離很遠 通常是超過三公尺以上 那他就會跟你收那個銅管的錢 跟那一些加料的費用 那他加的費用都很驚人啊 像他之前跟我說那個 什麼電源線啊 他就一公尺要跟我收 200 塊 可是那電源線一公尺才 20 塊而已 他跟我說一公尺要加 200 塊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就是他們的毛利所在 那這種東西呢 在這各行各業都可以看到 比如說呢 你買電視的時候 然後那店家就會一直鼓吹你 你要不要把你的電視掛上牆 掛上牆比較好看啊 電視放在電視櫃上又佔空間啊 又不好看啊 掛上牆多棒啊 為什麼 因為呢 現在的電視 因為大家都會殺價的關係 殺到幾乎沒有毛利可言 所以呢 把電視裝上牆的那個價值啊 才是他幫你送這一趟電視 賣你這台電視 真正的毛利來源 有的時候 他如果賣你一組比較貴的價值 他甚至可能這一趟就那個價值賺個兩、三千塊 就是他這這一趟賺的錢 所以呢 服務費也好 安裝費也好 或者是這些 價值的錢呢 其實在台灣呢 往往都是補足呢 老闆心中最軟的那一塊啊 就是他不敢給你開高價的那一塊 像我說 我就覺得 我這沙龍啊 對不對 那你來我這裡 我開冷氣給你吹 我收這沙發 我挑了最好做的這個坐墊 然後呢 給你 還幫你開瓶這個蘋果汁 然後前面還有鸚鵡螺給你聽 所以我的蘋果汁的價格是他市售的兩倍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告訴你 我就是要這樣子 不然這個地方我開不下去啊 可是很多老闆不是這樣想的 他會覺得說 如果我這個蘋果汁外面買一瓶269 然後我給你賣280 那這客人就會覺得說 外面才269 那你280太貴了 我不買啊 他不會去思考說你提供一個場地給他做 他不會去思考這件事情 他就是就想到這東西 你賣太貴 所以呢 他就給你收個10%的服務費 那把他加上去 那老闆呢 這個口袋經營的這個成本呢 收回來了 他可以繼續開下去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說你是工讀生的話 其實你也不要 太在意說 老闆他收的那10% 也沒有給我 因為說真的 多收那10% 對於那個 經營者的層面來說 其實有的時候就是一個 剛好補足他所花費 其實對老闆來說 並不是真的把他放到口袋裡 因為每一筆消費 他都有一定的成本在裡面 很多店面 你就想 你今天去一間店打工 然後你可能在那邊說 忙得要死 那出餐時間三個小時忙得要死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非出餐時間三個小時 你可能傻事也沒幹 可是傻事也沒幹的時候 老闆也是付錢給你 對不對 所以 我會這樣建議 我自己也是曾經從那個一小時 120 塊 一路做做做做到現在的人 我從來不去想說這個東西 這錢 為什麼老闆不給我 因為 老闆其實有他的壓力在 你換位思考一下 你就會知道其實 老闆壓力很大 尤其是現在這個疫情期間 很多餐廳根本沒人 那 老闆要求你說 這個東西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做 那是這一間公司的要求 他的要求就是這麼多 你不高興 你可以不要做 你可以去便當店打工 便當店打工要求最少了 像我們家 我們公司的附近 有一家便當店 我們最近一直覺得很疑惑 因為他們家放在那邊菜從來沒有變過 連位置都沒有變過 你如果去那裡工作最爽 你他也不用拖地 也不用擦桌子 可是來我這邊 你就是要擦桌子又要拖地 那你可以不高興不要在我這裡坐 你去那邊坐 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所以呢 你應該要思考的是 你如何擺脫現在的困境 你現在就是一個 168 人 那你要如何去 成為不是 168 的那個人 有的人呢 在麥當勞 打工一打就是一輩子 一輩子呢 都是站前台結帳的那一個 有的人呢 進去呢 打工一個月就變成值班經理 再過一個月呢 就上去那個麥當勞的台灣總公司 就台灣總部呢 去做執行業務 為什麼 因為人家努力 因為人家有好好的 把這個麥當勞的所有流程摸透 上市看到了 他就把他提上去了 那個人 我故事我有講過 那是我經濟系的一個學長 他餵養了很多 嗷嗷待哺的經濟系學弟 他就是靠非常短的時間呢 從麥當勞一個站前台的人呢 直接升到那個 麥當勞樓上的那個台灣總部 去那邊去負責新產品的研發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服務費呢 其實我只能說 那是台灣一個特有的東西 但是呢 他反映了台灣人對價格敏感這件事情的一個 特點吧 但是呢 那 作為消費者來說呢 你就不要去想說什麼 這10%服務費怎麼樣 你就不要理他 你就當成說這東西呢 就天生他的價格 他價格就是在這樣子 你去日本玩的時候不也是這樣子嗎 你明明看 你在唐吉克的看到一瓶可樂500塊 結果拿去結帳變 550 塊 因為他要給你課50 給你課一個 10%的稅 那台灣沒有這樣子啊 台灣都是內稅啊 那內稅之後呢 那老闆覺得不夠 所以他就把這東西加上 讓這個10%服務費加上去讓他變成 從 259 變成 289 或 299 就單純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剛剛一直講錯啦 其實 259 的 服務費加上去應該是 299 才對啦 那因為是 10% 嘛 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近 300 塊 他老闆心中是那個價格 那你高興就買 不高興就不要買 不然你買外帶嘛 外帶就沒有服務費啦 可是你去吃 A-Cars 的時候 外帶能吃嗎 對不對 所以呢 這種事情呢 理解他的這個定價策略就可以了 那至於對工作者來說 我還是剛剛講的建議 努力工作 趕快擺脫現在的困境 是最快的方法 就是這樣啦 那如果看完影片之後呢 你覺得說 陳寗 你的影片 真的是幫我解釋很多問題 你想支持我 那麼呢 在資訊欄裡面呢 有頻道會員的連結 在旁邊呢 也有超級感謝的按鈕 這兩個呢 都可以支持我呢 做更多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陳寗 我們下次見 掰掰